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爱死亡和机器人的科幻短片《帮手》 《茫茫太空》中,亚历克斯正准备进行自己的单人轨道维护任务 临行前不断地通过和地面的通讯来缓解自己的紧张 身上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的他飞向了工作地点 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 但此时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正在向他飘来,直冲他的氧气瓶 在致命撞击的巨大冲击下,亚历克斯不受控制地脱离了所有的职称 只能任由自己的身体在宇宙中漂浮 他努力地试图挽回这一切,稳定故障 备用移动装置故障,应急生命维持装置故障 地面传来通讯询问情况 说救援队在一个小时后就会赶到 就在亚历克斯庆幸还能活着的时候 头盔上显示氧气瓶受损,剩余14分钟 亚历克斯冷静地回应 刚才那一下看来损坏了我的氧气瓶 居然对来不及赶到了 然后便中断了所有的通讯 他准备好独自面对等待死亡的过程 但他还是忍不住崩溃的尖叫 然而在太空中,没有人能听见这无声的挣扎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氧气警报剩下两分钟 他看着自己的手臂突发奇想 将自己的上半截手臂绑好 然后解开了自己的宇航服 让手臂暴露在了太空中 将半截宇航服朝飞船的反方向扔出去 借反力靠近飞船就可以回去 但他没有把握住机会 与飞船实质交臂 氧气变得极少 绝望的他做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 将自己暴露在太空中已经冻僵的手臂折断 这一段看的真是揪心 但幸好他的牺牲没有白费 他成功回到了飞船 联系上了地面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的时候 他向所有人证明了生命的顽强 地面问他还需要什么帮助 他只觉得好笑 因为现在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了 他已经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这个短片里 有大量致敬异形的画面和细节 片名叫Helping Hand 也是一语双冠 在无助的时候 最大的帮舍还是自己 等待别人的拯救 永远是那么的不切实际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真态科幻电影 小细见啦